我們看到第14頁第6集 王阿姨有40個果豆、50個糖果 分給一些小朋友 每一個小朋友分到的果豆和糖果都一樣多 剛好分完 小朋友最多 有多少人 看到實物就知道 實力是在求最大公因素 所以我們直接就列正 40 還有50 所以正我們就把它列下來了 2 因為兩個都是偶數 20 還有25 3不行 因為加起來都不是3的倍數 4也不行 再來只能剩下5 所以第2層的直音數只能選5 再來4 出現的直音數 所以已經結束了 看到直音數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40和50的最大公因數 是由兩個共同的直音數相乘 所以等於10 所以這題的答案呢 這要寫好 不要看了6 寫好 所以這題呢 好 王阿姨最多可以分給10位小朋友 10位小朋友 王阿姨最多只能分給10位小朋友 這題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我們這題就到這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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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